很緊張 因為我對這個地方有感情 就是《年少日記》 就是它是一部香港電影 然後這裡有一種主場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在第35、6、7、8 第35至第38屆這四年之間在這裡工作 就是我是創作組的成員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沒有戲拍 就是寫一些故事也不知道會不會出到 其實在金像獎工作 就是我能夠跟電影最接近的關係 就是那四年的距離 就是最接近的距離就是一個四年之間發生 然後我看到很多朋友、很多前輩 每年都會獲獎或者入圍 我心裡很替我們高興 但是我自己有時又會有一種疏離感 我究竟是否屬於這裡呢 今天我走過來的時候 每年攀獎有很多人幫忙 包括很多製片、很多副導演 然後我一見他們 每個人都是認識的 每個人都是朋友 然後我有一種感覺 是我可能真的屬於這個世界 然後我 去到攀獎後我就固然緊張了 因為前後左右都是戰友或者前輩 很多都是我的恩人 例如獨視大狀的導演吳偉倫 就是我入行之後第一個編劇師傅 然後當初金手指的張文強導演 就是叫我來金像獎創作組做的前輩 所以我感受很不同 因為其他的攀獎禮 我盡量會說少一些東西 但是這裡有一種主場的感覺 我就把時間都留在這裡 所以今晚的 speech是相對長一些 就是這樣 恭喜卓道 還有沒有傳媒朋友的提問呢 是 這邊的 導演你好 你部電影在19號在內地上映 你對內地的票房表現有什麼期待呢 內地的票房 其實很難說 我自己都是平常心 因為當初寫或者拍攝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題材很難入口 莫說內地本地 它都好像是一部 上幾天就剪場的戲 現在能夠在內地上映 就已經很幸運了 我想是 有機會讓更多人看到這個故事 我對票房又不是很有寄望 因為世事難料 是的 還有這邊 Hello 卓道 你好 做香港電影絕對不容易 你可不可以用幾句說 用你的經歷 跟所有香港電影人說幾句說話 鼓勵一下他們 你的意思是可能是想拍戲的朋友 還是所有人 台前幕後也好 台前幕後 我剛才 離開了台才想起 我忘記了多謝劇照師和收音師 我想跟自己的工作人員說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比較緊張 我留了幾個組別 然後我會想跟他們說 幸好我入行之後有大家的陪伴 如果不是我可能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最想做最熱愛的地方在哪裏 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很需要金錢拍戲 或是怎樣 金錢拍戲 金錢 資源的方面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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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感覺到我緊張 他們要找一些東西去檢查一下我 你不要去想 你自己做得好不好 不要去想上台會不會說錯話 他們就想檢查我去想 你拿獎 唯一的原因是給家養我 我說我是不是都會給你的 其實是這樣的 導演 是否那個獎會有100萬元現金 或是有10萬元現金 是呀 是呀 這個新進導演獎 對我所知 他是唯一一個現金獎的獎項 會怎樣用 會怎樣用這個獎金 我其實是 因為他一直陪著我宣傳 都由10月的優先場 到現在都 差不多半年了 然後我們沒有放過假 其實都會很想去過旅行 還有要請客人吃多一頓好好的飯 是 好 傳媒朋友 有沒有其他提問 導演 這個故事都是關於青少年健康問題 在社會 青少年精神健康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今天都是一個開心的日子 你自己都經歷過很低潮 躲在劏房那裡 也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完成 其實你在大家都這麼開心的時候 會不會和面對情緒病的年輕人 會不會說一些說話 說一些說話 我想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例子 在很崩潰的時候 還是有朋友去找我 但我知道 不是每個人跟我有一樣的命運或者滯遇 我會想跟他們說 就是 有時候你很想放棄 因為你可能覺得永遠都是這樣 但是做人有時候就像倒大小一樣 你保持著倒大 你總有一天會是小的 他不會永遠都是這樣 我會希望你相信 總會遇到理解你的人 會有好好的事情發生 不要走 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在後面 我們或者給一支咪咪這位傳媒朋友 導演你好 我知道導演將會參與意大利的烏丁尼遠東電影節 你會怎樣跟歐洲的觀眾去介紹 或者推廣香港電影的呢 如何跟觀眾去推廣香港電影 如何跟觀眾去推廣香港電影 那樣的合作 以前呢 譬如看 郭富城加藤原幾鄉 就有個雷亭戰警 那樣的嘛 就是香港加日本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近年就很少這些 但是其實 譬如你問我 我又會很喜歡 可能是丹麥的影帝 會有這些幻想 那可能要促成一些這樣的項目 其實就是大家多一些去互相交流 互相去支持 但是你說得對 第一步就是要推廣 因為要先令到 可能是歐洲的觀眾 或者片商多一些看香港電影 希望他們去看看 謝謝 Ryan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